天气越来越暖和 海岛观光市场又开始热络起来 有台商看好疫情过后 逐渐恢复的旅游商机 在福建打造了客家文化园区 推出各式文创体验 把台湾很受欢迎的雷茶 还有油纸伞手工艺都复制登陆 各位 那个凉亭是客家的凤茶区 在福建外海的小岛上 迎来了好客的季节 台自客家文化园区开幕市营运 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 台上李红军原本在高雄 创办客家文化园区 他花了六年时间装修 把原汁原味的体验 复制到了这里 其实在芸香园区可以感受出 浓浓的台湾味以及小城故事 顺时钟 顺时钟的这样子 大家多体验一下好不好 园区内设有雷茶馆 游客们体验雷茶时所使用的淘气 雷茶棒都是业者从台湾带来的 茶叶只是使用台湾高山茶 感觉味道很香 有茶的味道 很香甜 非常非常清香的一种感觉 雷茶经过多次改良 加入爆米花、葵花籽、绿豆等 十几种五谷杂良 喝雷茶到陶艺体验馆玩泥巴 这些都是园区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项目 在台湾陶艺师的指导下 游客也可以体验捏桃乐趣 可以清早做一个杯子 我等一下就跟他一起做一个碗 可能碗做了回去他想拿来自己吃饭 除了体验也能看到陶艺师傅巧手创作 泥巴摇身一变成为精美艺术品 消失这件扇形淘气 花朵昆虫栩栩如生 水桶上面放水可以种一些植栽 这是园区里另一个亮点 油脂伞是两岸客家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业者依照传统工艺来制作油脂伞 精挑细选纸张 竹子染料 制作工序都达19道 李鸿君具有35年的油脂伞制作经验 技法非常熟练 要缠住 然后这样子要不要固定缠住 他聘请台湾书画名家 将油脂伞上的画作和书法互相结合 将散品去掉 把散面挂在墙上 让油脂伞变成装饰品 我们把这项飞营再回来跟 回跟 来到这边 所以原乡新传 文创 和油脂伞一样 客家花布既保留了传统客家文化底蕴 也不断创新求变 一块布料延伸出各式文创产品 包括扇子包包靠枕 用途百花齐放 非常开心 一种宇宙娱乐的一个活动 然后小孩子今天玩得也很开心啊 也学到了很多 锁定亲子客群 业者看好平坛 每年四百多万人次的观光客 期待好看又好玩的文创体验 能让海岛旅游市场再度回温 请不吝点赞